郭亦帆 得 水果人来了 郭亦帆 哎呦老婆 你今儿怎么下班这么早啊 我问你 这卡里的钱上哪儿去了 抱歉还是余额不足 不应该呀 你身上带没带现金 要不给你换张卡试试 郭亦帆 哎呦还想着人家呢 不是想 是恨 人家现在都已经喝上外国的水了 你还恨人家 跌倒了再爬起来 是需要动力的 要不然这样 您先喝点水 当人身感到不顺的时候 多喝点水 浑身上下就全都顺 是外国的吗 不是啊 不喝 我渴死你了 要不然啊 你跟我学炒骨酥啊 特别 你不要小瞧这些 小方块和红红绿绿的K线 这里面蕴含着 丰富的人生道理 不是你到底什么意思 我就是想跟你说呢 这人生啊 就好比股市 有时候涨 有时候跌 同时说 你现在想牛呢 你就能牛 你现在熊呢 也不代表你永远就熊 爱情呢 没依然呢 而且现在的姑娘啊 不是全盯着那些创业板吗 很少有人 再拿青春这种不可再生的资源 去压潜力股了 那你那意思就是你有姑娘 你就是创业板 我没姑娘 我就是潜力股 是那意思哦 就是那意思 你太有语气了 绝不绝 吴亦凡 得 水果人来了 吴亦凡 哎呦 老婆 你今儿怎么下班这么早啊 我问你 这卡里的钱上哪儿去了 不是 你听我给你解释 不用解释 这卡里的钱 加上上次你在我们公司 挣的那三千块钱外块 加起来有六千块钱 上哪儿去了 要不你先喝点水 你 你跟我说呀 钱我花了 不是 你听我给你解释 我来解释 我把人给打了 胡亦凡 拿着他卡里的三千块钱 和手机帮我把事给拼了 接着我搬到唐家岭 他又拿一千五百块钱 帮我交了扑位费 亦凡 手机你拿 反正我一个失业失恋的人 拿着他也是浪费的 对吧 胡亦凡 你干吗呀 你还永远找不着工作了 你发出去那么多份简历 留着都是这电话号码 这是给你的 借条 拿好了 也瞧好了 别难为一帆 欠你们的钱我一分不差 连本带利我都会还给你 我想到一帆 把这些钱花在你身上了 因为他是一个那么扣着自己 宁愿多走两站路 也不愿意倒地铁的人 就算是给他六千块钱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花 我生气的是 他瞒着我 把我当了外人 哎呦 媳妇 你给我闭嘴 张若商 你以为你欠一帆的就是钱吗 你欠他的事情 是他对你的一份心 所以 这借条 我不认 那这钱可就 是 我认钱 我也一直反对一帆买股票 但是今天 我决定和他一起花这六千块钱 买你这支潜力股 记着 如果你有涨停的那一天 可就不止六千块了 老婆 你闭嘴 太好了 看不看着 根本就没上我去 还给我买一手机呢 你别生气啊 不是 你听我跟你说 这么好多媳妇 你让我上哪儿上我去啊你 好 没事 你没事 我救生气正让你赌 我错了 错哪儿了 我错在没跟你商量 擅自挪用了小金库 数额巨大 性质严重 回答错误 我是心疼你 你肩膀伤扛着我 我的家人 还有你的弟弟妹妹 我知道你希望他们好 可你自己呢 你以为别人冲你公共手 你真的就是上帝啊 我不是上帝 我是泥菩萨 可这泥菩萨也是菩萨呀 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啊 我希望你能理解我 我要是不理解 咱俩好不了七年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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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生气了 我一直都想做一个 能为你挡风遮雨的男人 我觉着我能够扛起全世界 可是我后来发现 你扛着我呢 我一直都想做一个 seuself 要是要是就 要是要是要对 他们也要是在家可能 要是不理解 然后要是在家可能 就这个有质 看到家可能 我会就做出一个 给你了 你自己做的 其实也可能 你要做什么 改记账了 有这必要吗 这我不能做到心里糊涂的 不管欠的是钱还是情谊 不管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 我得 我得心里有数 咱快一世留 这怎么回事 睡觉的时候还学术术啊 啊 大宝今天找了一个临时工 给餐厅洗盘子刷碗 洗了三百多个 这小子还真行 这么快又刷了我 你猜今天赚了多少钱 二十多个钱 你是没敢见他拿到那二十多个钱 有多高兴 我还真不明白了 这就是一份工作 给人家带来的自信和满足 所以说赵中生同志 无论靠近跪见 找份工作先 不 我承认我不能一步动天 但我也绝不能沉底 不沉底 那你得沉得住气啊 你不会总觉得 人家张小雅没有学历吗 可是人家有的是定力 人家有的是阅历 什么叫定力啊 就是能沉得住气 这什么事儿 这心里边都清清楚楚的 就凭这一点我就喜欢 对 你们俩和好了 你们俩不吵了 压根就没事 我心里边想什么的全知道了 我必须得检讨啊 我承认 自到我知道你跟张月二 你们俩在一起之后 我就没正眼瞧过他 我总琢磨着 你说你好歹是一个大学生 他就是一个高中毕业的大工妹 跟你在一块 你亏了 可他 他今天 扎扎实实地跟我上了一节课 不是真的 你这是夸他吗 对 这话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我高兴 这话要是从我妈嘴里说出来 我就更高兴 不是怎么的 你妈还不同意啊 不同 不过还好 山高皇帝远我可以两头都瞒着 哎 我觉着啊 不管怎么样 你也不能抛弃张小燕 我突然之间我很羡慕你 你说一个女人能做到不离不弃 同甘共苦 值了 真的 那我觉得张小燕今天对你的投资也值了 一码归一码啊 欠债还钱天经利益 我这钱我早晚还 那还长胸奴腹呢 虽然咱们俩没有血缘关系 可是咱俩公用一爹 那怎么的 这笔张让回东还 他可是你亲人 他这么多年他投资的是你 这支钱力鼓啊 别忘了 那个 小疯子要是回北京这些事可千万别告诉他 你别小疯子小疯子 虎一飞那是正经八百跟你有一半血缘关系的妹妹 我随我妈她随虎木槿啊 那怎么说她都是俩品种 那就得说美凤阿姨了 人家美凤阿姨能一个坑一棵树子 把荒山变成大果园 能从一个农村的妇女 变成一村里头号的女企业家 你能吗 我能啊 你能什么你能 脚踏实地这一点 我随美凤阿姨 不是 你等会儿啊 这句话要是让 这个 你妈听见了 我觉得这个后果会不堪设想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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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